上個月初在省裡參加佛道教的培訓的時候 有一位道教的副會長他特別貼了個話頭很有意思 他說他既然是印度佛教發展到中國佛教 從啟示制可以變化成農產病局的這種體制 那麼從古代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的現在中國社會 就不能夠從農產病局竟然演變到傷產病重嗎 他覺得應該可以能經商的嗎 這位道教同仁他從這個角度出發提了個問題 當時在會上因為沒有展開討論 但是我們佛教家隨時對這個傷產病局這個話頭很早就討論過 我們一點點說起來 實際上普家人寺廟能不能經商早在佛陀時代呢 就有過一個明確的規定 我們每半個月送戒的時候 這月半月半送戒呢 其中有一個是三十舍舵戒 特別提到若比丘種種販賣者 應該是要舍舵 特別提到這麼一條戒律 就不允許經商的 當時佛陀提出來為什麼不能經商呢 當然和啟示之有關 也和什麼呢 稀釋機嫌有關 因為你有信仰的優勢啊 有這種信息交流的高位優勢 所謂經商就立足於信息不對稱嗎 你掌握信息那麼充分 你容易發現傷機 你若經商的話 讓別人還怎麼過呢 所出家人不經商 稀釋經賢的背後 還隱含著要慈悲 不可欲民真利的這種慈悲的問題 佛陀時代就是規定 當然不可否認啊 從這個印度佛教 發展到中國佛教商禅並舉的時代呢 確確實實中國佛教在歷史上 僧人經商現象比較多 我們看謝海奈老師的那本 《中國佛寺經濟》這本書會看到 這方面的記載 古代寺廟經營各種碾房啊 米店啊 甚至是搞裏袋啊 搞無金藏啊 確實比較普遍比較流行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 古代寺廟正因為商業經濟積極發達 所以說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上 往往成為古代王朝 會佛滅教的第一個藉口 寧寺廟佔據了大量的社會資源 育民真利招致了全社會上下各個階層的反對 所以說一次一次的回佛三物一宗哪一場 不是從佛教的大量財富經濟太膨脹 已經危害到了國家經濟運行有關 所以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引以為見 確確實實單純從理論來看 從古代中國的商禅病舉發展到今天 現代中國商禅病用好像是很合理 但是我們還要再一次地回顧佛陀之間的本懷 今天不排除有些寺廟經商辦公司 不否認有些出家人也惡衷於買彩票啊炒股票啊等等 這種商業行為 這種個人行為肯定是有的 那麼這種行為你要考慮考慮 怎麼拿捏其中的分寸 有沒有做到稀釋機嫌 有沒有招致社會的反感 成為社會詬病佛教的話頭 這是從事者一定要考慮的 至於說我們經濟商是用來做慈善做公益 我覺得這些話不能夠成為一個佛教徒的理由 甚至說藉口 因為哈耶克也這麼說過 著名的經濟學家他說 商業是最大的公益 啥意思啊 商業促進了社會財富的流動嗎 讓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現代文明的發展成果 他從這個角度講 商業是最大的公益 沒錯 那是經濟學家 如果說佛教也要從交換 從經濟交易的角度來出發的話 我們應該從事的是 信徒信眾以經濟資產來供養僧團 供養寺廟 我們應該回報的是法布施 法供養 我們要回報社會的事 講經說法 這才是我們要修行 要立足的根本 如果是滿足於一物一物一錢一錢 專切利潤的話 用來自養 用來生財 那肯定是有為佛教不與您真理這個宗旨的 所以這一點是我們要注意的 不管您的藉口是什麼 掙到錢公益不公益 那只是個理由 因為要追問一句 你很被動 什麼被動 你把所有的經濟收入有沒有公佈啊 如果你公佈了 看看你的開支 確實用於什麼希望工程啊 用於這個扶貧激困啊 那其實可以 可是現在佛教界敢於向全社會公佈自己財物 運行狀況的 據我所知 極少極少 這是要提醒的 那麼再一個呢 我倒覺得有一點還是要注意的 什麼注意的呢 我們佛教界經商 和我們寺廟內部普遍的一個流通處經濟 也要注意 因為佛教界經商辦公司的 畢竟是少數 具體的內部好像流通處司空見逛了 大家在這裡好像也都彼此可以接受了 實際上嚴格按照佛陀時代的戒律來說 也是不許可的 但是在中國呢已經流傳這麼多年 而且成為各個寺廟 甚至賴於生存的 尤其是邊遠地區的小寺廟 因為他們啊 生存的一個資本 這裡我們也要 必須要證實這個現實 對這個流通處經濟 我們怎麼來看 這也是經商啊 在這裡要簡單講一下 我們講一講 我們普特山佛教協會的做法 到佛陀他上任之後啊 他提了個思想 我覺得特別好 非常符合佛教的本懷佛祖的宗旨 他說呢 我們辦流通處是為了服務信徒 不是賺取資本的 要求流通處的定價 必須要成本銷售 但是這也要解釋 這個成本不是淨價銷售啊 我們需要把採購的成本要放進去 所以說把這個各種成本折算好之後 我們以成本銷售 不再從中賺取高額利潤 這才是佛教寺廟設置流通處的根本 是為了服務 而不是賺了賺取資財高額利潤 如果說你設置流通處 只為了低價買進高價賣出 對不起 你又是愚民真理 又是藉著信仰來做生意了 違背了佛教的宗旨 當然啦 佛陀他制定戒律 每條都有開著吃飯的內容 雖然出家人自己不能夠直接經商 這是佛陀親自制定的戒律內容之低 但是有個開源 什麼開源呢 假如是寺廟呢 他能夠委託在家信徒去經商的話 理論上這是允許的 當然啦 我們還是要講清楚 你即使是委託在家人幫助經商 也要注意我們不是以賺取資財為目的 我們是以服務為標準為宗旨 這是一條是不能不違背的 在這裡還有一條 賣國家香 我有個朋友到某個名山去 他跟我講師父啊 他說哎呀管理上我們還是喜歡葡萄山 一塊錢三支清香 夠啦 即使你買一桶香也不過二十塊錢 一百支啊 所有寺廟都能燒完了 這個清淨而且自願的 佛教協會我們自己制定的廣告詞 什麼廣告啊 廣而告之叫 近似沒有燒燒香 燒好香 燒心香 什麼是心香啊 心中有佛啊 心道菩薩芝麻 秦成才能夠和佛色感應 不在意你是不是燒大香 燒高香燒貴香 所以葡萄山推出來 一塊錢三支星香足以 他說我們到了某個名山 哎呦一比較之後啊 特別特別難受 最低的香六百六 上面還有什麼八百八九百九 還有一千九百九都有 哎呦 感覺非常不舒服 這是商業化的現象 在這裡更要講 我們流通出不管是賣香 不管是請佛菩薩香 都要注意 我們是為信徒服務的 不是為了賺取資本的 如果說你是為了賺取資材 這就是所謂的販賣如來 最大的不敬 具體還要說一說這個香 佛教協能不能不燒香啊 現在看起來啊 有點難度 為什麼有的難度呢 這有兩個原因 一個原因 在佛教歷史上啊 有一部經典 非常有名 叫賢瑜經 在佛教初傳時期 南北朝時期啊 就非常有名了 賢瑜經當中 特別明確提出來 香是什麼呀 香為信使 香就是我們向佛菩薩 傳情達義的遊地員 如果不燒香啊 總覺得好像沒有依托 尤其是這個賢瑜經當中呢 還記載了這麼一個典故 說有個大長者呢 他經商致富 佛教的在家弟子 他的弟弟呢 是出家人 掙到阿羅漢了 回家探親了 他哥哥說啊好 希望能夠供應供應佛祖啊 和那些大修行者們 阿羅漢了 他弟弟給他出了個主意 燒香了 媽說沒電話沒微信 怎麼辦啊 燒個香 再加進了一支香 哎 香上就飄出了鳥鳥的香煙 這個香煙呢 凝聚不散 竟然飄到了佛陀講經說法的法堂裡邊 哎 而且在他佛祖的頭頂上呢 就停住了 底下弟子很奇怪呢 佛陀這麼一看 哦 這朵香銀蓋 是傳遞了某某地方 有個大菩薩大居士想供應 咱們 於是佛陀就停止了講經說法 帶了這些弟子 趕到了這個地方 接受了這份供應 究竟就是這麼供應 所以就直接說相為信使 你看看我們佛教裡邊 做佛式 要唱 南摩香銀蓋菩薩摩合撒 什麼叫香銀蓋菩薩呢 其實就有這個典故在裡邊 香銀蓋就是信使的意思 把我們的心思傳遞到佛菩薩那兒去了 所以經典有這麼一份明確的說法 影響很深遠 所以說我們很難取消 那麼再一個呢 歷史上寺廟 怎麼叫好寺廟大寺廟呢 意思就是香火定盛 哎呀香火可好了 啥意思啊 烧香的人多呢 哎 所以過去的寺廟 確確實實靠販賣香火呢 哎 賺取了這個立足之本 所以這有一個歷史的習慣問題 又有佛教的信仰做依據 所以一時半會兒的 還無法取消 但是無法取消 沒問題 我們可以從俗 從古 但是今天假如有條件的寺廟 能夠實行文明淨香制度的 三知清香共佛禮佛的 我們一定要注意引導 燒香不再多 關鍵在於心腸子領 要逐步的加大引導力度 我們心中有佛 才能和佛菩薩敢揚道教 這是要分藏次 分情況來對峙的 這是我們今天的佛教建設 今天的道風建設 也是把這個香火星廟 逐漸轉軌到文化新教 加大佛教的正信佛教的普及教義 也是個重中之重 應有旨意 這是我的一個重要建議 阿彌陀佛